春江 春江跟琵琶形很不一样 琵琶形它比较是一个事件在背后一直叙述 春江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因为它就是在讲春天 江水月亮花朵夜晚 它是五个主题旋律一直在走 然后一共三十六句是九次转运 四句一个运 那九是数字上的极限 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循环 那个循环很有趣就是 刚开始潮水在上涨 月亮升起来 花在开 所有东西都是往上 然后到结尾的时候 就昨夜仙台梦落花开始 花开始落 月亮开始下去 春天开始过完 它在讲循环 所以我觉得南馆里面那种 它其实反而有一种 就是不会这么激动 因为你在大循环当中 你发现说花开花落它是自然现象 那因此它会问到说 我看到月亮 江畔何人出见月 什么时候 是第一个看到月亮的人 那个时候都跟大的时间在对话 所以那个感觉空旷的东西 比琵琶鞋还要大 所以我们想蛮久的 后来我选的南馆里有一个谱 有一套谱叫做三不合 三不合 三个音不合 这个意思 太好了 对 那因为它这个月亮 就是一直有重复 一直重复 然后我选择它是因为我们传统 弹这一首它会现场调弦 转轴波弦 对对对 然后你要练到 要练到你一次 好像一次就要到位 要练到它就是到位 像这样没有到位 很好 因为其实很多人读琵琶行 读到转轴波弦三两声 不知道那个什么意思 因为现在人对乐器不熟了 这个转轴波弦 那我觉得这样的演出 他马上就懂了那个句子 然後听那个 转轴的声音都很好听 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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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练到那个 那个 正好 要刚好 三不合 南馆本来它就是一种 比较缓慢 他的喜怒哀怒一切都是很平淡的 齊齒 收斂的 對 所以我就做了用三不合的譜去做穿插 然後在其中裡頭改變了一些傳統琵琶的彈法 比如說這個琵琶 我們有一個譜叫做八聚馬裡頭是有這樣 所以我也利用了這一個來運用在這一首三不合的彈法 然後也會製造一些水韻的這種做法 這是比較傳統的用去做的 所以我剛剛聽到我就覺得三不合 說不定是一個很適合的 因為它剛好把很多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 因為我問過很多朋友他們說春江花月夜應該怎麼去斷句 他們說春江豆點花月夜 如果這樣子的話春天形容江水 花月形容夜晚 其實後來我發現春江花月夜是五個主題 它每一個字都可以斷開 它是五個主題一直在輪轉輪轉輪轉 所以也許跟琵琶是最適合在一起的一個樂曲 一開始我用比較傳統的曲牌題 南館都是曲牌題 可是我如果按照比較是曲子 或者說就是有歌詞有歌唱的那一種曲牌來整首唱完 一直覺得那個格調上不來 一直覺得也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因為在唱傳統的曲子都有歌詞 那那些歌詞都是比較引尖的這些風花雪夜這些俗事 那也有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我會去想到那些歌詞 在唱的時候用春江的這些詞進去唱會覺得格調好像唱不出來 清朝人編全堂詩說春江花月夜以孤篇壓倒全堂之處 就這個人只寫了一首詞就是擺在第一名 因為它大它的格局夠大 對就是在唱的時候我就是用了曲牌 你如果用了用了比較普通的曲牌就覺得唱起來 放不進去 對那個曲子輕 然後我補琵琶弦的時候很好玩 因為它在情緒的轉換的時候 我那同樣的曲牌譜下去 就譜不下去 我就必須要換一種另外的曲牌 又進去了 對因為它視野好大好大 整個空間的描述 甚至色彩像空裡流霜不覺飛 它在講白裡面的白 白色裡面的白 不容易發現的白 那個都不是很落在世俗的描繪上 然後我琵琶型沒辦法用同樣一種曲牌譜完 春江我怎麼譜都變不了其他曲牌去 它就是繞著一個曲牌 我要繞出去 我想說同樣一種曲牌一直在繞 聽了好像有點太單調 我想繞到其他的曲牌去繞不出去 又繞回來 又繞到原來的曲調去 所以我這裡頭只有這兩種曲牌可以繞 就是三不合可以套進來 我要套到別的去 就沒辦法 太好了 這樣從琵琶型跳到春江華樂意了 譜這一首真的比琵琶型難度高很多 琵琶型它的字數 看起來短 可是事實上因為它的格局太大 一直在跟宇宙在對話的感覺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譜了它 終於昨天結束 恭喜恭喜太棒了 我好喜歡這首詩 大概從青少年的時候就愛這首詩 可是我覺得它很有趣 所以就從你如果十幾歲讀 二十幾歲讀 三十幾歲讀 到現在六七十歲讀 它的領悟一直在變 就它這麼簡單 可是它讓你感覺到宇宙裡面 所有春天秋 春夏秋冬生命的變化都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是了不起的一個作品 非常期待 謝謝蔣老師 謝謝 給我很多的啟發 沒有 沒有